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也是我最推荐的一种 因为第一种方法它不受车辆车位的限制 而且抢车位载路停车都要用到它 第一点我们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当后视镜和旁边车辆车头重合的时候 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 当我们在座位里面能看到 左侧车头脚和咱们车位线重合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前开 这时候我们盯住我们的左侧后视镜 当我们在左侧后视镜中看到后方前部车辆车头大灯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方向盘回正往后退 这在持有我们盯住我们的右侧后视镜 当我们在右侧后视镜中看到前车门把手和后方马路压子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后对 当我们在后视镜中看到后车轮进入咱们的车位线以后 那么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前进 当我们在后视镜中看到车身和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那么我们回正方向盘 此时下我们的车就停好了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更简单了 把我们的车子往前开 当我们的后视镜和前面车辆后视镜平行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这条说话我们只有盯住我们的左侧后视镜 当我们左侧后视镜中能看到后边车辆前部大灯的时候 我们把方向盘回正 继续往后退 同时我们盯住我们的右侧后视镜 当我们的右侧后视镜中的前车门把手和后方马路压子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当我们在后视镜中看到我们的车身和车微线平行的时候 那么我们回正方向盘 此时下我们的车就停好了 怎么样这两种方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 我车哥 关注每天分享汽车知识